大家好,我是琦姐 琦姐今天約了一個韓國做推拿的醫生 剛剛做完一個推拿 現在這兩三年琦姐開始信一些亞洲醫藥醫學 例如韓國或中國的一些治療 現在去推拿只不過是做一個保養 因為每一天走慢步路的時候 我們都要舒緩一些經絡、肌肉 以前琦姐基本上沒有看過中醫 韓國的醫生很多時候跟中醫一樣 在加拿大是領友牌照的 他們都經過巧合的 巧合的程度去到哪裡呢? 當然了,琦姐就是門外看 不知道了 為什麼令到琦姐去信服這些 不是主流社會的一些另類治療呢? 好像看荒、看藥 因為去年年尾,琦姐就咳得很厲害 咳得又不是COVID,又打了所有的針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家裡也有幾個醫生都幫我 全部人都幫我回診 有去照光 所有該做的check up都做光 都查不到什麼原因 最後就是敏感 診斷敏感之前 Antibiotic 甚至開到一些類固醇的噴劑給我噴 咳得很厲害就噴 但我看一看,我就沒有噴 但是也有吃了兩個療程的Antibiotic 但是呢,真的不見CO的 有任何的改變,繼續咳 沒辦法了,那就改去看中醫 有些網友也都推薦 琦姐,你應該去看中醫 我的娘家的父母也都說 唉,真的,你沒有辦法的情況下 你轉一下吧,轉一下一些另類的治療 無計之下,琦姐就找一些熟朋友 他們看開中醫的,就介紹琦姐 就看一個韓國醫生和看一個中醫 韓國的醫生他就多數做一些 例如物理治療、治療 用那些韓國的草藥 他就是用那些steam 分成一間,好像別人的 aloma therapy 就像香氛治療一樣 只不過他就是那些煲滾了的草藥 在治療室那裡 就一直做經絡的按壓 去打通經絡 就說把一些寒氣迫出來 這個很神奇 琦姐以前從來都沒有做過這件事 同一時期,我也都在這裡 接受中醫的診治治療 和一些中藥 吃一些中藥 中醫把脈之後 就跟我說,她說 我是受了一些寒氣 就困在身體裡 出不來 現在就要把它釋放出來 就會令肺部強壯 就會停止吸收 那我就想起 應該是 2019年的年頭 我就在日本北海道 旅行 租那個酒店 就是有那些室外的風呂 就是那些溫泉酒店 它有室外的風呂 那些池 當時幾天都下著大雪 但是溫泉的池在外面 那沒辦法 每天穿著睡袍 就在酒店resort的房間 快步地衝去池 跳進去 我打算是很短時間 跳進去 冷也不是冷很多 那就中招了 可能就是那些寒氣 就是我穿著 這件浴袍 踢著這堂蟹的時候 可能就是吸了那些 所謂的寒氣 真的很神奇 接受了兩個 醫生的治療之後 琪姐也慢慢恢復 也打破了我以前 從來都不是不信 而是我從未接觸過中醫的 自此之後 我都去訂一些書回來看 去哪裏訂呢 就是成品書屋 還有我們溫哥華 都有幾間中文書局 就由最初那些 望文問切 有什麼表徵 有什麼病的表徵 因為真的有些東西 我不是很懂得理解 中醫的理論學說 很抽象的 什麼風啊火啊 不知道什麼叫風啊火啊 最近我都是漸漸 我就覺得 真是中醫看方看藥 真是博大精心 人要保養 有時候不是單一是西醫 很多時候西醫 它就是治標不治本 它就把所有的症狀 就按了下來 其實那些症狀 表徵就沒有了 但是還沒有好 所以 我現在也開始 是順復這件事 真的不到我不復了 我以前從來都不是很熱忠 什麼中醫 是聽別人說的 我自己從來都不會去的 原來 我去幫襯這些診所 原來很多人都去幫襯的 我才知道 那些診療所 也都在診療所 認識一些 跟阿卡姐一樣去 光顧看醫生的一些人 大家都開始去交流 變成朋友 原來 那些韓國太太 她說我們要那個皮膚 是白白正正 是要調理的 調理一些內分泌 調理一些身體裡面的毒素 要排出來 等於好像美容 這樣 不要令到皮膚的面部 長斑 這樣 那阿卡姐又學到東西 那有時候真的 活到老 學到老 那在這裡分享 我不是說叫大家去看中醫 或者是信中醫 而是這個 只是我個人的一個分享 來的 有些東西 是我大半輩子 是沒有看過中醫的 從來不知道中醫是 是一回什麼事 只不過是知道在中國的地方 很多人就是去看中醫的 中藥的 但是在加拿大 這些中醫中藥 是自費的 而且都挺貴的 那想著 家裡都有醫生 是不是 有些什麼味道 幫我帶幾粒藥回來 就搞定了 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帶幾粒藥回來 都搞不定 還要真的搞到很久 都搞不定 咳瘦這件事很辛苦 咳得久 所以我今天又和大家分享 我現在定期都去做一些 穴位的按摩 指壓 令到那些血液循環好 一些經絡好些 希望是這樣 卡姐很喜歡來這些雜貨店 看一些書 選一些書 這裡的書 就是兩折 三折 半價 賣出來 我選定 冬天不外出的時候 就有得看了 今天要還回片債 有位網友都問到我很久了 這個問題 就說 卡姐 你怎樣選運動鞋 我們俗稱 叫波鞋 其實我 怎樣去買這些運動鞋 我今天真的要低起心肝 其實我現在不是用相機來錄的 相機的卡裡面都滿了 那些影片 所以我今天是特意 也不想拖太久了 就用手機來錄 其實我買運動鞋 俗稱 一定是試過 穿得舒服 所以我從來就買這些這麼貼身的用品 例如鞋 例如一些內衣褲 或者睡衣 我多數都會去一些商店買的 我很少說上網 因為真的鞋這件 俗稱就是穿了入你的腳 你才知道是否舒服 我買鞋的價格 不是太重要 重要的是 鞋的設計造型 是否舒服 我穿了下去 有沒有我需要的實用性 然後才考慮 是不是很漂亮 外面的顏色 很搭配我的衣服 這些都不是重要 因為卡姐每天出去走 我今天 我今天都走了六千七百五十三 差不多七千鞋 走完沒有 吃完飯我都會出去再散步 待會我都會游泳 好了 我買鞋 這雙很輕 非常輕 它也很透氣 好像網一樣 很透氣 這雙是全黑色的 黑色鞋一定是八搭 但是它也很臭 但它也很臭皮 對波鞋的底部 它有一圈粉紅色的設計 你看看 設計好像很年輕 這個款式很少女 我孫女說很少女 買這雙鞋 但是很輕 這雙鞋很舒服 它有些像Cushion 這雙是七號半 其實我穿七號鞋 為什麼要多買大半馬呢 就是有時你走起來 腳會腫脹一點 走得久 還有每一雙鞋 有時你要試過 有時七號適合我 有時甚至六號半都適合我 有時設計很不統一 所以一定要試鞋 一定要試鞋 夾腳的鞋是很辛苦的 這雙可以在秋冬時穿 這雙是黑色 或者夏天也可以 這雙很好配衣服 我還有一雙 這雙是很厚的Cushion 而且這雙是很舒服的 最重要的是 這個位置也是有Cushion 而且這雙顏色可以配裙 你現在看日本的時裝雜誌 很多穿長裙 穿褲子 穿運動褲子 穿連衣裙 都可以配一雙波鞋 這雙波鞋 這雙是灰白色的 灰白色的 有少少圖案 這雙是彩藍色的 也很美 這些是新的 我很多新鞋 在美國也放了幾雙全新鞋 因為鞋子 我每天走 大概三個多月 鞋子 慢慢看到 底部磨蝕了 磨蝕了 就要換 鞋這雙是不能省 Polo US Polo 這雙是否很顏色 這雙VBOT 不是在美國買的 這雙鞋 我在香港買的 買回來幾年 都放在這裏 沒有穿 那就是介紹完了 鞋子 全部都是新鞋子 放在這裏 有時看到就買的 不會等到鞋爛才買的 因為鞋爛 你馬上要有一雙 試啤等著在家裏 好了 今天鞋子 又是去街了 去街上就買這隻 鞋子生菜 拿來做沙律 絲絲沙律 拿來做三文治 也是需要的 這些就一定要買 買 我喜歡吃酸種麵包 唐人叫酸種麵包 我喜歡吃這隻 這隻沙華豆麵包 這個麵包的口感 是煙煙韌韌的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吃 傳統麵包 或者是一些 貓的鞋子 粗糧麵包 那隻有些鬆鬆散散 或者是死死實實的 那種的口感 那我就反而 對那隻麵包 我喜歡吃這隻 這隻 它也是切了一片片 你烘一烘 也不需要放進去 烘一烘 放進去煎鍋裡 輕輕兩片烘一烘 它就會很脆 你可以塗一些 芝士醬 也可以塗一些 阿華卡道的醬 牛油果醬 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豐富一點 放些菜 放些蛋 甚至放些豬扒 阿華卡姐今天 買了兩片豬扒 拿來夾麵包 如果我盡量買到 新鮮的肉類 我就用新鮮的牛扒 豬扒 去夾麵包 來吃 就好 過買的羊 羊 始終是 煎過 這些是新鮮的肉 我會煎到兩片 香香的 這樣 用來夾 沙巴刀麵包 放些菜 放些番茄 放些芝士 這是一個很完美的 早餐 午餐 甚至晚餐 家姐買了 脫皮 中文是否叫做 豆扣 不知道是否叫做 豆扣 裡面有一把 磨的麥巧 挺好的 豆扣用來做什麼呢 我很多時候 我們煮的湯 西餐湯 磨少許 很特別 令湯 增加風味 有時候醃肉 也可以磨少許 也挺香的 買了兩個杏果 為什麼買這麼少 不知道酸 還是甜 我試過買到很酸 看起來好像很黃 但吃到口裡很酸 哇 真的沒辦法吃了 所以我現在 就買兩粒 這隻 恆子 如果好吃的 我可以踢對拖鞋 也可以去買 住家裡 就有這些便利 總是有一間超市 在你左近 大概是三分鐘 路程 所以我先買兩粒 試一下 外出 有時候都會 拿一部收音機 去聽新聞 還有 我買了一個 鑊 34.99元 它是Made in Italy 這個鑊是32cm 用來煎牛扒 豬扒 雞扒 可以的 買了這個鑊 出街一定會買東西 好了 現在放好些東西 卡姐又準備去游泳了